马是 陛下 绫绫约陛下明晚 四予廷相见 你说什么 灵灵约陛下 明晚自与庭相见 果然如此 一次次地跟你走 又一次次地回来 离开 每天都够起来 我们都在一家里 将大学三好 再次来 Oft 莫莫 经典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我队下 上姑 快过来 来 你说让我收一个孩子进子一居 就是他 根骨不错 是个恋武的好材料 不过他看起来半死不活的 能好吗 你这是干什么 我要你发誓 从今往后 对他的身份守口如瓶 然后 照顾他 培养他 视如己出 他是谁 你本姓王 明若灵 是宰相王阳的小孙女 朝露之变 仇子良跟齐燕抄了王家 齐燕杀了王阳 还一剑将你和你姐姐王若清 射了个对准 你心口上的那个伤疤 便是拜他所赐 你大难不死 被光王救下 为了躲避 秋子良的追伤 我将你跟明幻醒 抚养长大 每每看了你 就会想起王大人 他忠肝义胆 乃不世出的英绩 却死得那么悲惨 而你 王氏已过 石杖软骨 再无今日 我不忍心告诉你 却不能再看你沉沦下去 成为齐燕手里的土刀 他 是你的仇人 求颜君 放我出去 求颜君 放我出去 我有事要找程锡淑 放我出去 求颜君 玲玲吵着要见你 我去见他 我去见他 颜臣 别担心 他昨夜说 再也不见我 现在却主动找我 是好事 我要去找程锡淑 确认一件事 这上面写的 是不是真的 你 你早就知道了对吧 所以你杀了厉姑姑灭口 你早就知道我是王若玲 王阳的孙女 朝露之变的义姑 对不对 我再问一遍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这不是真的 程锡在骗你 那你为什么要杀了厉姑姑 训练棋子时 任何一个让他分心的人和事 都不应该存在 这上面写的 匪夷所思 可笑 我也觉得真可笑 所以我要去证明这是错的 对不住了 让开 放我出去 要不然我杀了他 鱼儿别冲动 让开 你们都给我让开 要不然我杀了他 你放了他 我让你走 你放了他 他有心急 你要是伤他半根头发 我杀了 灵灵 你冷静一点 程锡是骗你的 是不是骗我 我自回去这事 还有 我不叫灵灵 别这样 抓住他 这是当年你中箭时身上穿戴的 我替你换下后 收藏至今 达队 太安八年 宰相王洋写女娟入宫 杨贤妃夸赞王若灵领袖 自依此欲坠 甲窟内有策可查 你认出来了 没错 这正是从你体内取出来的 是齐燕的箭头 你若不信 可以比照你心口的伤疤 再比照这些衣服上的裂痕 你很幸运 当年你的姐姐挡在了你的前面 这个箭头穿透了她的身体 在射中女时就历劫了 所以你活了下来 而你姐姐死了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 不如拿着她 去找齐燕 我可以按下来 你还不相信 我可以想当地的 可以寻找 cheat 好